你 我这图意可是一颗好苗子 做鬼 还是你们自己去吗 师弟 你那边情况如何啊 师兄我先出去了啊 话说我接下来 那段重要剧情应该快到了吧 快走 你不去找师兄 师弟快逃 师兄 等着我啊 魔祖果然来上门挑衅了 也就是说 两位女主也终于要登场了 我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好好抱男主大腿 师兄 救命啊 休想跑 还想跑 站住 师尊 弟子恭贺师尊出关 师尊闭关三载 今日终得神功大成 我为弟子无不喜急 是可谓人间正道灼颜色 薄姐小小 水干的 快去叫阿洛吧 刚才我们被魔祖阻拦 阿洛给我们断后 到现在还没有跟上来 快抓住他 别让这小子跑了 多被些小子也应该来了 鬼祖神尊 臭小子打上我们那么多地修 今天我就送你去做鬼吧 我这徒义可是一颗好苗子 做鬼 还是你们自己去吧 师尊 这么久不见 怎么就这点长进 师尊 弟子知错了 别再弄丢了 是 弟子请记 阿洛 阿洛 你没受伤吧 我没事 幸亏师尊及时赶到 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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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不好了 是魔阶妖人混进穹顶风上来了 是 他们 他们 他们还打伤了不少弟子 师尊英明 魔族妖人真是卑鄙 无耻至极 而且他们 而且他们不光趁虚而入 还把连接十二风之间的红桥 都打断了 是的 师尊 所以现如今 现如今穹顶风 根本无法得到其他风脉的支援 正是如此 师尊简直料事如神 哎呀 素素过场而已 我早就知道了 好吧 镇静 掌门师兄呢 掌门师伯下山外出有要事 至今未归 若非如此 魔族妖人怎敢趁机攻上来 无需惊慌 先去把走散的弟子 全部召集回来 正殿前集合 是 是